在云林斗六市庄金路的黄昏市场 有个饮料摊位老板叫做张艺人 原本是个做蛋糕的师傅 意外改行卖起艺人汤 因为强调养生观念 饮料每天都是现煮现做 尤其是招牌红豆艺人汤 一杯也才17块钱 另外有飞机改的豆浆 黑木耳汁以及白木耳汁等等 品质用心制作 口感甜度也很有健康观念 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这位老板的名字叫艺人 有时候朋友或是顾客来找他 不知道是在叫人还是要买艺人汤 因此让大家特别注意这家汤位 因为那时候也不说要给他回来做艺人 他就在做面包 他那时候是做面包 做蛋糕 我之前就是阿公帮我取是中间那个字健康的健 然后就念起来很难听就变贱人 然后后面爸爸妈妈发现不对劲以后 就把他赶快改回艺这样子 改到艺人这样子 他也没有特别去算 可能就是笔画觉得还不错 就取艺 所以就叫张艺人 除了名字特别以外 不论是艺人汤还是豆浆都很用心制作 口感不会太甜有健康观念 尤其是牙齿不好的长辈也能轻松尝鲜 这个滚了有软吗 很软韧啊 很软的啦 这个老黑人也可以吃啊 所以你很喜欢吃这个 对我很喜欢吃这个 吃这个可以美白啊 就是要先泡一个晚上 然后早上来大概要熬三个钟头左右 就是要炖三个钟头才会烂掉这样子 现代人重视健康养生观念 因此飞机改豆浆红豆绿豆 一人汤等饮料 每天现煮现做 尤其是这招牌 红豆一人汤一杯才17元 相当受到欢迎 我们女生啊男生也一样啦 都含有大豆义红豆嘛 吃的有益健康 所以我食堂来买啊 那个什么 它的艺人 红豆艺人是蛮补血的 我也常常买 在这里白木耳 我妈妈吃 对身体很好 有胶脂 在这里都用飞机改 那个黄豆 对身体比较好 从早上备料料理 午后开始营业 因为真材食料 一个下午最多可以卖光200杯 有时候不到6点就已经卖光光 想要平常的民众要趁早 晚来可能就买不到咯 记者方文坤 云林采访报导